嗨大家好我是楊千佩 今天真的很開心來看五斗米靠腰 有沒有覺得我的聲音很沙啞 我原本不是這個聲音的 但是呢因為從頭到尾不斷的在笑 笑到現在聲音都啞了 而且腹肌都連住來了 其實呢我自己本身沒有當過上班族 所以看了這部片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我彷彿就走了一招職場圈 然後其實我覺得這部片真的很寓教於樂 它用了很多很輕鬆很酷素 很流行時事的一些方式呢 在傳達一些職場上面的生存指導 還有做人做事的方法 尤其在現在這個環境這麼多 社會上很不好 很多負面能量的一些新聞 但是呢我覺得其實 雖然在職場上大家都會有一些些 可能上次要為五斗米折腰的一些狀況發生 但是你看完這個戲之後 你就會覺得人生又充滿了很多希望 滿滿的能量 希望大家有空一定要進劇場 來支持五斗米靠腰 而且通常都很快就會沒有票 連我要來看都很難很難 所以大家一定要搶票喔 加油 加油